大家好,我是Cindy 欢迎大家继续学习Cindy液化ORC系列基础教程 本次课呢,我们将要学习第六章 存储过程函数、触发器和包 这一部分呢,是ORCPRC口编程的高级部分 那本次课呢,我们将要介绍第一个知识点 存储过程 我尽量用最简单的示例 还有最简化的语言 来介绍存储过程 让大家比较好吸收消化 那存储过程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把存储过程这四个字分成两部分 第一部分是过程 什么是过程 有步骤的这样一个过程 那存储呢,就是只把这个过程存储起来 可以重复使用 这就是存储过程 或者我们换句话理解 它就是存储起来的PRC口程序块 我们可以重复调用 好,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创建 存储过程的语法 你会发现非常像 非常非常像PRC口程序块 只不过呢 跟PRC口程序块不一样的地方 它是有存储过程名的 在ORC中是通过名字去识别存储过程 好,创建存储过程的语法是 create or replace 如果没有就创建 有的话就替换 procedure就是存储过程的关键字 接下来存储过程名 小括号代表参数 存储过程是可以传参数的 earth或者是意思 然后是变量声明部分 begin end 在begin end之间有异常处理部分 exception 好,我们来看一下它跟PRC口块 之间的差别 declare begin end 中间还有一颗ception 非常类似 只不过把declare这一部分 换成了这样的一部分 其他的都是一样的 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演示一下 创建存储过程 创建存储过程呢 我们可以在这种 PRC口的C口温度里面去创建 当然也可以选择 procedures左侧 my object有个procedures展开 当然我这里面没有创建任何存储过程 右击procedures点击新建 两种都可以 我先演示第一种 第一种呢 在我做培训的话呢 会比较容易让大家去理解 但是第二种的话呢 会比较快速 而且调错也更方便一些 那接下来我先演示 比较好展示的这一块 在C口窗口中去写一个 存储过程 create or replace 现在我这里没有任何存储过程 procedure 名字 假设是proce 参数 参数的话呢 我先暂时不写 接下来 earth 变量生命部分 begin end 还有 ecoception 好的 接下来生命一个什么变量呢 emp emp watcher to 20 接下来呢 seinact em into emp em from emp where emp lumber 等于 7369 这句话我在上次课也用过 接下来 when others then dbms output 点put nan 出异常了 ok 那如果说我没有出异常 能够正常的获取到 emp lamb 的值 那我就直接输出变量 emp lamb 的值 好 这个就是一个完整的创建一个procedure的 proce 这样一个存储过程的完整代码 我们现在来执行一下 正在执行 然后已经完成 接下来看一下这里 procedure是这个文件夹下出现了一个proce 而且上面并没有打红叉 说明是成功的哈 好 出现了这样一个proce 当然我这样一个过程只是创建存储过程 这个存储过程呢 实际上是一个程序块 程序块有变量的声明部分 earth和begin之间 有一个程序体部分和异常处理部分 当然这个过程跟我们之前学习的prc个块 最大的不同就是 它是有名字的 而且是存储在数据库里面的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一下 我们如何调用这个proce呢 我们可以新建一个命令窗口 命令窗口哈 这其实也就相当于sicleplus 接下来exec proce 我这是把服务器的这个输出 输出的这个显示打开 接下来再次执行prc1 输出了sme2 输出了sme2 exec就是执行那意思 执行存储过程prc1 而且可以重复执行 当然呢 我这里展示的只是说 用sicleplus命令窗口 如何去执行一个存储过程 当然用的是exec命令哈 但是如果说我们是要在程序中 去执行这样一个存储过程呢 我们可以回到sicle窗口 关闭掉meaning窗口 又回到这个sicle窗口 接下来declare 或者不要declare 直接begin and 这是一个程序块 程序块中去调用存储过程 请记住 我在这里调用存储过程 实际上不用去重新写它的代码 直接写上prc1的名字 代表在调用存储过程 好 看一下输出 smissr 好的 我在begin end之间哈 去调用存储过程的时候 甚至连exec这个命令都不需要写 直接写名字即可 好 这个就是创建存储过程的语法 它在earth和ese之后 begin之前是一个声明部分 begin之后是程序块的语法 exception是译成语 非常处理部分 好 接下来我们要来看一下 这个parameter1 parameter2 也就是说存储过程的参数 是这么一回事 我们写存储过程的时候哈 在存储过程的名字之后 可以用小括号列上参数 参数呢 在存储过程中有三种类型 参数的参数 参数的类型 分别是in 类型 out类型 以及in out类型 注意 存储过程的参数有三种类型 分别是in out和in out in代表输入参数 从外界传参 out代表输出参数 in out是指既可以做输入 也可以做输出 好 现在是这样子 我把这个存储过程变一下 本来我查的是7369 现在我觉得我要从外界传进这个enp number这个值会比较好一点 那么就在这个地方写上 1 number 这是参数变量的名字 然后是数据类型 watcher2 4吧 watcher2 不需要写4的长度 接下来 它是in类型 好 硬 数据类型是watcher2 接下来呢 我把7369改成什么呢 改成 e number 好 执行一下 执行成功 接下来我在调用它的时候 因为它有参数 所以我得在 prce的名字之后 写上一个小括号 给一个参数什么呢 7369 代表把7369这个值 在调用这个存储 存储过程的时候 把7369这个值传给了e-lumber e-lumber又传给了这个synac 6369 下次呢 我还可以输别的值 比方说 74 99 7499 每一次执行这个存储过程 都去搜索一个不清楚的话 就是不一样的这样一个e-lumber的值 OK 这样子存储过程啊 它的用法会更广泛一些 这个就是输入参数 输入参数可以有多个 参数可以有多个哈 用逗号隔开 接下来我们就要演示一下 输出参数 假设是 EMP LAM OUT 类型 也是 Worchart2 注意 我们在声明参数的时候 声明参数的数据类型 是不能加括号的 记住 不能加括号长度 只需要写成Worchart2 就可以了 如果是数字类型 也只需要写成LAM 类型就可以了 好 这个Earth之后 这个声明就没有必要了 它是out类型的参数 接下来 CNAC的ELAM into EMP LAM fromEMP where EMP LAM 等于E-LAM 好的 OK 重新修改一下 执行 没有任何问题 接下来我要调用 怎么调用呢 注意 现在参数不只有一个了 有两个 那我得加上DECLAM E-LAM Worchart2 20 OK 声明这个变量的目的 是为了接收存储过程 输出参数的值 我执行出来的这个EMP LAM 是会返回到存储过程之外的 接下来 逗号 E-LAM 用一个变量 在这个地方 接收 输出参数的值 接下来 注意 我要输出的是这个E-LAM的值 并不是存储过程中的EMP LAM 接下来 执行 这个程序块 看一下输出 果然是E-LAM 如果是7369 看一下 E-LAM的值是Smith2 好的 这个就是输出参数 输出参数和输参数最大的不同 就是输参数是需要外接 在调存储过程的时候 要传一个值进来 进来存储过程自己内部 而输出参数呢 则是存储过程执行完毕之后 能够将值返回出去 给外界调用到 输出参数和数参数都可以有多个 好的 这个呢 就是存储过程的语法 存储过程分成创建和调用两个部分 创建和调用两个部分 一旦它创建成功之后 我们就可以通过存储过程的名字和参数 来重复使用这个存储过程 好的 到这里为止呢 我们存储过程的讲解就完毕了 下次课再见 再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